日前传出彰化的芭蜡生产过剩 新北市与彰化县进行的县市合作 要推动吃当季吃在地的理念 为此新北市果菜市场也举办了 国产芭蜡旧团购的活动 活动一发起 金山区长便响应 认购了上千台庭的芭蜡 并且在今天趁着水果还新鲜 要发送给若氏家户 希望帮助农民之余 也可以照顾到若氏族群 彰化县芭蜡生产过剩 产区一台金卖家跌到剩下个位数 而新北市与彰化县进行县市合作 推动吃当季吃当地的理念 在市长何友宜的推动之下 新北国菜市场举办国产芭蜡旧团购的活动 活动一发起 金山区长立即响应认购上千台金的芭蜡 今天要来送给若氏民众 就连第一线卫民服务的里长 也收到区长的芭蜡 让里长里民服务更加买理 感谢市长跟区长 帮助农民 送这芭蜡 好吃的芭蜡 让我们一起赞 这次我们彰化地区 这个芭蜡也非常好吃 特别跟我们市长 一起来能够跨一的合作 来详细我们来市长的一个政策 推销来行销我们彰化的芭蜡 我们这次一共买了630公斤 是时候想跟这些好朋友一起来分享 照顾我们若氏朋友 同时跟里长同仁一起来分享 15公斤一箱 总共42箱的彰化芭蜡送进公所 考量到水果不耐久放 盛文客的同仁也赶紧通知区内 五大生活津贴 关怀家户前来区公所领取 从上午9点开始发放 预计下午就会发送完毕 订了42箱630公斤的芭蜡来响应 那发症的对象为本区528户的 弱势家户 对象为低收重低收 伸张还有独居长辈 那我们从昨天早上到下午 一直都在通知民众 希望民众今天9点就来排队 那今天会陆续做发症的动作 希望把芭蜡这份爱心 还有区长的心意 献给我们的弱势家户 9点时间一到 区长也来到应楼亲自发送芭蜡 趁着水果新鲜 赶紧与弱势民众来分享 并且也给予现场的民众 关怀与加油打气 希望这一份帮助农民的力量 还可以转化成为弱势族群的鼓舞 让农民的收成不浪费 也为弱势族群补充水果的养分 记得拉平函金山采访报道